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 但是受韩团影响,半开麦唱跳歌手逐渐增多,本文不举例说明了,避免说我隐战。 另外强调一下半开麦的意思就是伴奏里面放了原声,这样的歌手在演唱的时候就需要轻轻的演唱即可了,很轻松就能完成。 只不过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周深这次作为唱跳歌手在舞台上的表现。 在双十一的晚会之上,周深这次带来的歌曲是一首极乐净土,这是一首难度非常大的歌曲,本身歌曲的演唱难度就已经足够高了,周深在演唱的时候还穿插着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。 这相当于是在增大难度了,因为气息是很难控制的。 我们常常听一些唱跳起零的歌手群开麦的现场,不难发现大喘气,声音突然虚掉的情况,这是很正常的事情,因为唱歌和跳舞呢,气息的运用本身方向呢就是相反的。 为什么很多歌手都习惯性的站桩输出呢?也就是原地不动式的唱歌,基本就不会有太大的动作。 其实呢主要就是为了稳定吧,这是最好的唱歌方式。 当然那种向后仰头啊,向前俯身啊,这些动作,其实多多少少都是辅助动作了,和跳是没有关系的。 印象里这也不是第一次看到周深跳极乐净土了。 在歌手的舞台之上,达达崩巴这首歌里面呢,便交到了一段极乐净土的旋律,只不过啊,当时那段表演只是跳,也算是一次尝试吧。 周深真不愧是老二次元了,选歌真的是很对我的胃口,上一次的Rui之后呢,这一次的极乐净土,同样呢,也是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歌曲。 前半程其实呢,并不展现技术,因为唱歌和舞蹈是区分开的,只不过呢,从即使再浓的爱意开始,演唱便是另一回事了。 如果对声音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们,应该会注意到了,周深这一次演唱呢,副歌部分全程都是维持了轻机能,没有刻意的去添加力量。 这样做的理由就是为了节省气息,点越小气息消耗,自然呢,也就越小了。 第一段副歌部分,最高音碰到了小字三组的声音,我也很想用符号,但是最近这边沈和跟我说了,用符号会容易被系统误判,所以呢,之后估计声将都会直接用文字表示了。 另外从日文部分开始呢,整体的舞蹈动作都更大了一些。 但周深的声音呢,仍然是非常稳定的。 这一次的无字哼唱部分出现了笔者最近看周深现场,听到了一个个最高音。 标准视频的时间是2分43秒出现,感兴趣的可以去听一听。 从升C5,滑向A5,最后再降回升F5。 当时其实听到这个音的时候就猜测大概率是近期的最高音了,因为我这个音高呢,我压根就发不出声来,侧音的时候是D8度侧的。 周深在这音高声音的状态给人的感觉呢,还是没有达到极限。 有点好奇啊,如今周深最高音到底在哪? 如果说前半程的唱跳动作还算是比较小的话,可能中期的一些动作也不算特别大吧。 但是最后一遍副歌,我想这已经是教科书级别的一个示范了。 话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周深唱歌的时候,需要主动的去考虑换切这件事情。 最后一遍副歌难度的确是有点大。 所以呢唱跳的歌手就该半开麦吗? 周深这首集的净土其实已经给出答案了。 首先第一点是一个歌手的技术问题,就拿周深这次现场来说吧,为什么唱跳还能够那么稳呢? 因为他已经把这首歌曲的每一个音都在练声的时候完美地拿下了。 这场状态下去唱这首歌的话已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了。 舞蹈只是加大了难度而已,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影响了也仅仅是气息吧。 换一种演唱方式,轻机能处理,自然也就驾驭得更好了。 第二点子是关于舞蹈,如果唱跳歌手的舞蹈难度的的确是特别大的情况之下,那么半开麦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 毕竟一边做着非常大的动作,一边唱歌是一件极其不现实的事情。 但是如果说舞蹈难度并不大的话,却仍然还是半开麦,说到底呢也只是歌手的能力问题了。 在舞台上走一走扭一扭挥挥手这样的唱跳选手,如果还要半开麦的话呢,真的别说什么唱跳歌手没办法的全开麦了。 承认自己能力不行并不难。最后要举例的话,可以参考孟美琪有种唱跳版,各位可以去搜索来看一下的。 现在的综艺节目什么类型都有了,谈恋爱呀,直播带货比赛呀,旅游啊,应有尽有。 还记得多年前张绍刚作为主持人的那档求职节目吗? 当时呢张绍刚主持的风格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不满,当时呢只是一个节目嘛,还算不上是综艺,不过呢也引起了不小的热度了。 所以现在求职也被做成了综艺节目,一转眼心动的offer已经做到了第二集了。 直到这个节目求职的人呢,不说都是千字交子吧,但是也都是人中龙凤了。 当然这一集当中,最让人望尘莫及的就是王霄了,他的简历听上去就非常的高大声。 他与面试官交谈之后呢,坐在观察室中的众人呢,都要惊到下巴了。 尤其是周深,面部表情很夸张,不仅被王霄的简历给震惊到了,还被王霄的简单给震惊了。 以为周深是没有见过世面吗?并不是。 周深在最新一期心动的offer当中,对裸子侃侃而谈。 周深也发表了自己对裸子这一行为的看法,他第一句话就是,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裸子是一个贬义词。 周深的这句话就证明了,他要开始认真了。 果不其然,周深接下来说的内容呢,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有道理。 周深认为裸子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解救自己。 有很多人为了工作都在压抑着自己,受了之后严重的影响到自身的生活状态。 有些工作的强度非常大,从精神一直到身体,时间久了就会严重的影响到身心健康。 但是为了生活不得已的强迫自己继续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情。 有人会说生活呢就是这样嘛,但是生活不全是如此,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的。 周深还认为可以适当的提倡一下裸子,但事无绝对啊,现在的90后大多数都比较性情, 只要是自己觉得不合适,那就肯定不会将就,以至于很多公司都不是很敢用90后的员工了。 周深这番言论呢,其实是具有很强的建议性的,对很多人来说也会有所影响吧。 节目结束之后,周深在社交平台上面展现了自己的求生欲,一直在解释, 其实很怕给人建议,世界上没有对错,只有适合和不适合。 周深只是通过自身的经历来说一下自己心中的感受,他做出了适合他的决定, 也希望所有人听到他所说的经历,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感受,从而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。 周深玩起来很疯,但是认真起来呢,说的也很有道理的。 写合不合适,只有自己知道,最后穿还是不穿,也只有自己才能够就决定了。 唱跳歌手就该半开麦吗?周深这首集的镜头其实已经给出答案, 按道理应该第一时间写周深的,不过呢,由于实在是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弃路去写这首歌曲, 总不能说水自数吧,所以思考到现在也就有了这个标题。 全开麦半开麦,在最早期的时候呢,花月月谈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, 更多的是要么假唱,要么真唱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拜拜。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